魏无羡和蓝旺基双双顺利通过了出赛 如同病帝连班摘取了通往决赛舞台的邀请函 今年物理竞赛的成绩出来的比往年都要快 魏无羡忍不住想 这不是不是为了让他和蓝旺基能够早点在一起 魏无羡心情颇好的离开办公室 回到班里 想着等会客间把这件事告诉蓝旺基 刚迫不及待了一秒 又想到昨天的事情 又敢开启物理竞赛的成绩 公布的不是时候 蓝旺基都还没怎么追他 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得到他了 魏无羡转了转笔 强迫自己打消去找蓝旺基的念头 他要等着蓝旺基来找他 如果不来的话 那那就比比谁的忍耐力更强吧 然而魏无羡没有等来蓝旺基 等来却是一个叫和林的男生 魏无羡不认识他 但由于他经常干把人忘了的事情 所以看着和林回忆了一会 但最终还是没能在脑海中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反倒是把和林看紧张了 和林自保家门 道 我叫和林 高三的 魏无羡在高三也就和蓝旺基班上的书 难道这人是蓝旺基班上的 魏无羡打量了一下 忍不住问 我们认识 和林点点头 又摇摇头 说道 不认识 不过我找你有事 说到这里 魏无羡注意到和林的脸上划过一丝窘迫 什么事 魏无羡好奇道 就是 和林看了一眼走廊上人来人往 顿了顿 说道 现在不方便说 中午十二点半 我在教学楼后面等你 魏无羡悠悠悠地看着和林 和林咬了一下嘴唇 转身要走 林了又回过头提醒魏无羡 一定要来 真奇怪 秉持着不主动去找蓝旺基的原则 五间的铃声响起后 魏无羡就迅速拉着聂怀桑去了食堂 搞得聂怀桑有点忐忑 难道是他的恋爱密集没有起作用吗 但愿别起反作用 聂怀桑默默祈祷 吃完饭以后 魏无羡回到教室写五间练习 每隔五分钟就要往窗外开一眼 弄得同桌莫名其妙的 难道窗外有五间练习的答案 五间练习交上去以后 魏无羡用笔杆敲了敲桌子 对他这沉得住气的男朋友感到生气 魏无羡愤愤不平地敲了仪会桌子 如果放学前蓝旺基都不来找他 那就只能他去找蓝旺基 没办法 谁让男朋友的脸皮那么薄呢 所以魏无羡最终只能是 一气之下气了一下 扔鼻 趴下睡觉 魏无羡趴了仪会 才忽然想起上午的事情 抬眼看了一下时间 此刻已经十二点十五了 魏无羡赶紧站起身 从后门偷偷溜了出去 自从物理竞赛的成绩出来以后 蓝旺基的课间时间 都被物理老师的阴气期望紧紧赞住了 物理老师一直在劝他加入寒假的竞赛集训赢 但这是蓝旺基想和魏无羡商量着来 所以迟迟没有开口音下 于是物理老师的游说 如潮水般一波接一波 午间休息时 蓝旺基终于得到一点时间 但他又犹豫了一会 怕打扰魏无羡休息 于是挣扎了好一会 才终于决定去找魏无羡 只是刚到高一年级楼层蜿蜒的楼梯转角 一抹轻盈身影从眼前掠过 正是魏无羡 蓝旺基想开口 但奈何魏无羡如临间小路般 一下就跑出去老远 蓝旺基凝视着魏无羡那略显急促的背影 迈开步伐 紧随其后 魏无羡刚到教协楼后面 就有人喊了一声 魏无羡 这儿 我已经等了你二十分钟了 蓝旺基脚步放得更轻 本意非为窃听 但对方言辞间流露出的不怨 却让他不禁微微促起了眉头 心中暗自揣测起那人的身份与来意 不好意思啊 魏无羡说道 一时没想起来 说吧 什么事 那我就直说了 那天我都看见了 什么 物理竞赛那天 你和蓝旺基 你们 总之 你们的关系我知道了 听到自己的名字 蓝旺基目光一顿 忍不住从拐角处看过去一眼 魏无羡此刻背对着他 他看不清魏无羡的神情 但魏无羡对面的那个男生他认识 蓝旺基悄悄捏了一把汗 什么关系 但魏无羡的语气听上去却仍旧是轻飘飘的 甚至是不以为意的 你们接吻了 什么关系就不用我说了 和蓝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但如果你能把这次物理竞赛的名额让我给我的话 我就帮你们保密 这个竞赛很重要 决赛得奖了高考可以加分的 和蓝补充道 你以后还有机会 但我不一样 我真的非常需要这次机会 你考虑一下 怎么样 有好一会 不远处的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只听到风吹过树梢的声音 气氛似乎紧张到了极点 蓝旺基的目光沉了沉 他不能让魏无羡一个人被威胁 就在他准备走过去时 魏无羡的声音忽然又响了起来 并且带着一股漫不经心 甚至是鄙夷 你说接吻就接吻了 有证据吗 就算有也没关系 毕竟我亲过的人可多了 可谓是身经百战 这是对我来说啊 不过是浮云绿影 又何来那种关系一说 其实把名额让给实在需要帮助的人 这种是魏无羡还真做得出来 但他这个人偏偏最不喜欢被威胁 你 和蓝脸色一阵发白 愤怒地盯着魏无羡看 憋了半天只憋出一句话来 你真不要脸 魏无羡闻言 轻轻地呕了一声 转过身离开 蓝忘机听到脚步声 先行一步走开了 回去以后 魏无羡把这件神奇的事情告诉了聂怀桑 聂怀桑先是对和林的不自量力感到鄙夷 后是为魏无羡感到担忧 万一他真的说出去了怎么办 说出去了 也没人会相信吧 魏无羡心里却想着 要真说出去了好像也挺刺激的 况且现在大家不都知道我有女朋友 这还要多亏了你 魏雨绸缪 魏无羡朝聂怀桑比了个大拇指 聂怀桑表示魏无羡幸福就好 魏无羡却想 他的幸福八字还没一撇呢 蓝忘机竟然迟迟没有来找过他 这恋爱还谈不谈了 临到最后一节课 魏无羡决定不和蓝忘机较劲了 但还是要狠狠咬一下蓝忘机 作为惩罚 放学的铃声一响 魏无羡就匆匆背上书包 准备去找蓝忘机 结果一出教室门 就撞见了蓝忘机 夕阳的余晖洒落 蓝忘机的身影在光与影的交错中显得愈发挺拔 他的目光仿佛穿越了纷扰 沉沉地落在魏无羡的身上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悄无声息地放慢了流动的速度 魏无羡心中暗自思量 那本《爱情秘籍》里说 爱情是一场豪赌 他此刻莫名想到这句话 以及莫名地觉得 看来爱情这场豪赌 他应该密得了一线圣机 于是喜悦很快在他的心中绽放开来 他撇了撇嘴 余装不满地走向蓝忘机 正要找蓝忘机好好算账 没想到蓝忘机忽然一把拉过他的手 不由分说地拉着他往前走去 不由于是喜悦不满地走向蓝忘机忽然一把拉过他的心中绽放开来 不由于是喜悦不满地走向蓝忘机忽然一把拉过他的手